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1月1日,NBA常规赛中,快船主场对阵魔术,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比赛。 快船在大交易后的首战中,哈登出现在场边观战。 上半场,乔治、小卡和威少表现低迷,三人合计仅三中23,导致快船落后3分。 但第三节,威少和乔治分别爆发,帮助快船反超并拉开差距。 最终,快船以118比102战胜魔术,取得二连胜。 威少贡献18分气助攻,乔治获得27分气助攻,表现出色。 这场比赛展示了快船的实力和团队合作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